月华在香港成功上市全球发售,作为国内艺人经济第一股,不得不恭喜一下杜华,终于成为了资本。 作为培养爱豆行公司,杜华放出的豪言壮语,着实让人尬到了家,但是不妨碍人家可真是好命,众多艺人中,让他遇到了两个人,韩庚跟UNIQ王一博。 这次上市全球发售,好多人涌入杜华评论区留言,请你割韭菜的时候,不要忘记谁才是你的摇钱树。 前半生依靠韩庚,打造了月华,输出了不少优质的偶像,说到他们公司有点名声的艺人,整体的实力还是有的,但是如今却成了他房的重灾区。 现在月华成功在香港上市,这次杜华可是靠的王一博,上市申请书中,王一博无疑是月华三年来的经济支柱,占比大半个公司收益,按理说如此依赖艺人经济的月华,能够上市,实书少见。 网友不禁感叹,羡慕杜华,有了王一博真是你的福气。 这个女人不简单,也请你认清现实。 曾经在节目采访中,我们的华华可是口口声声的大放厥词说,王一博成为顶流的模式,是可以复制的,没想到到如今过去了,始终没有复制出来,打脸也是很现实。 更重要的是,人家华华非常自信满满地说,她非常爱王一博的,结果呢,人家剧中的角色,在公开场合下,连说两次都叫不对名字,你是爱王一博给你带来的钱,而不是她吧。 别说粉丝如此不待见杜华,主要是说话跟办事都不靠谱,纵观王一博爆火后,让他措手不及,在王一博被黑一周,都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措施,甚至连遭遇私生骚扰都处理不了,着实让人唏嘘不已。 岳华上市经历了三次,从最开始的新三版,到如今的港股上市,一次次的摔倒再爬起来,直到王一博爆火后,才真正意义上助力了岳华的蓬勃发展。 这个女人呢,的确很抗打,也的确好幸运,总能遇到为她说大话买单的人,两个男人帮她赢回了面子。 说点实际的事情,网友留言给华华子,认清现实,摇钱树请你好好对待,毕竟王一博已经续约到2026年,一个把青春留给岳华的男人,四年后她也将步入中年,真的是感慨万千啊。 同时,最近因为王一博参与到央视中秋晚会的录制,原本定在8月底举行的家族演唱会,也因此推迟,很明显这次的演唱会又是王一博粉丝包场的厉害。 演唱会的主演都不参与,自然需要更改举行的日期,再加上当下的疫情影响,演唱会很可能推迟到9月份,很多学生党都抱怨,见一面王一博真的好难了。